上文说到,段子宇在与张无忌大战后,被张无忌打成重伤 伤势恢复后的段子宇为了能够打败张无忌 于是决定前往大理寻找祖传的绝迹六脉神剑 在段子宇来到大理后,经过一番探寻 终于在天龙寺之中找到了先祖段宇遗留下来的武功笔记 上面赫然记载着六脉神剑与灵波微步两大神功的修炼之法 极端于多年来修炼武功的心得 段子宇得到武功秘籍后 大喜国王本想快速修炼六脉神剑 可令段子宇不曾想的是 修炼这六脉神剑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要先学会大理段室的一阳指绝迹 而且一阳指还要修炼到四品的境界 第二则是修炼之人必须得拥有非常深厚且源源不断的内力 这第一个条件就已经难到了段子宇 更何况是第二个条件呢 因为段子宇虽然是大理皇室后裔 但是从小父母就被家将所害 而祖传的一阳指绝迹也被家将偷走了 因此段子宇决定先找到那个杀害自己父母的仇人 一来为父母报仇血恨 二来夺回家传的一阳指绝迹 经过段子宇的多方打听 加上姚广孝的帮忙 最终让段子宇得知了自己的仇人 竟然隐居在西域昆仑山之上 于是段子宇前往西域昆仑山找到了自己的仇人 仅用了数招便将其杀死 随后段子宇夺回了一阳指绝迹 就在段子宇报仇以后返回中原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雪崩 段子宇在昆仑山之中 被大雪压倒掉落进了一处悬崖山谷之中 此山谷不是别处 正是当年张无忌炼成九阳神功的昆仑洞天 可以说段子宇当真是一个福源深厚之人 他也曾听说张无忌曾经在此处炼成过九阳神功 于是便在这山谷之中开始寻找 当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让段子宇找到了张无忌的藏书之处 挖出了九阳真经秘籍 得到九阳真经的段子宇又将会怎么样呢 一支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谢谢